千万不要惹这个女囚犯 一名好色的狱警拦住女孩 用紧棍敲敲女孩屁股 露出猥琐的笑容 你这里是平底锅吗 再回去多吃点 女孩没有说话 但你的走向座位 看着手中的筷子 再看看狱警牵揍的样子 女孩露出耐人寻味的微笑 她想到该怎么整治这个狱警了 下一秒女孩弄断筷子 走到狱警身后 把筷子的尖头 静止插入狱警的脖子 其他的囚犯看到这场景 吓得惊声尖叫 全都躲开 狱警来不及说话 就倒在地上 其他狱警赶来 制服了女孩 这是女孩入狱的第一天 从此以后 监狱里没人敢惹她 还给她取了个外号 叫冷漠姑女 女孩叫阿云 被冤枉杀了自己父母 被判15年 一晃十年过去 阿云被转移到 关押重刑犯的监狱 牢房的人都在干活 只有她靠着墙 悠闲地看着出 这个霸道大姐 是监狱老大 她发现 新来的囚犯 竟然不干活 霸姐大怒 见阿云没理她 霸姐扔掉手里的摸布 走向阿云 一把扔掉她的书 还把阿云的手划伤了 霸姐怒罵阿云 你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阿云没有怼她 而是抬头 给了她一个眼神 让她自己体会 但霸姐呢 没有多懂 阿云眼睛里的杀气 继续没好气地和她说话 路过的狱警 提醒霸姐 不要惹阿云 据说她这个狠角色 就连监狱长 见到她 都得毕恭毕敬 霸姐不相信 一个小丫头骗子 能厉害到哪儿 晚上 霸姐盯着阿云 故意挑衅 往她身上扔垃圾 阿云低头看看 深呼吸一口 想着不要和她计较 想着不要和她计较 没想到霸姐不乐意了 她打翻阿云的餐盘 失落想了 阿云一身 正吃饭的女友 身子往后倒 心里想着 恐怕即将到来一场大战 霸姐在阿云的伤口撒盐 说着用手不断推阿云的头 阿云始终一言不发 默默走到一旁 洗掉袖子上的屋子 她心里 已经有了个计划 半夜 她趁愈有睡着 拿出一根吸管 睡梦中的霸姐 感觉自己的额头 有液体留下 一睁眼 发现阿云就在眼前 正拿着吸管 对准自己眼睛 阿云表示 吸管里是有毒的甲醇 如果你稍微动一下 或者发出声音 我可能会不小心手抖 把甲醇 滴到你眼睛里 不出三分钟 你就会失明 甚至可能一命呜呼 说完 露出邪恶的微笑 霸姐吓坏了 整个身子僵硬 动也不敢动 敢忙求饶 表示自己再也不敢了 以后会帮阿云 做任何事 让她打扫马桶 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阿云扔掉吸管 躺在霸姐旁边 睁着眼看她 此后 霸姐再也不敢闭眼睡觉了 房间里的其他人 并没有睡着 听到两人对话 吓得紧闭双眼 不敢出声 其实吸管里的 根本不是甲醇 只是普通的自来水而已 几天后 电视上播出一则新闻 当年杀害阿云父母的真凶 已经落网 阿云是被冤枉的 真正的凶手 是个变态 他要求 顶级律师为他辩护 律师问他 为什么要杀人 他狂妄地说道 律师疑惑地问 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把罪名 嫁祸给没有成年的阿云 变态表示 做儿女的 总得给父母尽孝吧 说完 他张狂地笑起来 一直到今天 变态还是没有悔改 他想让律师帮他 把信息降到十年以下 他还表示 自己是在法庭上 表演当众落泪 可他不知道 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律师很正义 不会帮助坏人辩护 律师找到检察官 想让对方判变态死刑 检察官表示 自己会按规矩来 见检察官没有答应 律师只好用自己的方法 他把自己和变态的对话 发给电视台 一时间变态嚣张的话 点燃国民怒火 在议论的压力下 变态被判无期徒刑 而阿云呢 也因证据不足 被无罪释放 从获自由的阿云 准备搭干一场 你知道 一天怎么赚两个亿吗 只见阿云 走进家奢侈品店 掏出甲警管证 和店长说 有人举报 你店里有脏我 让店长配合调查 一听对方是警察 店长立刻慌了神 阿云让店长出事 上半年的销售清单 接着 阿云凭借自己 过目不忘的本领 在本子上 寄下部分物品 让店主帮着找 最后 以这些东西 是脏物为由 把东西带走 就这样 阿云在服装店和珠宝店 弄来一大香奢侈品 这些都是钱菜 他换上一身的名牌 准备真正开始赚钱 他来到韩国最大的赌场 故意接近一对情侣 展示自己超高的记忆力 情侣呢 被他晋名的五体投地 主动提出 让阿云在旁边 直颠几招 事后五分杖 这正中阿云的下怀 在最强大脑 阿云的帮助下 他们很夸倦的盆满钵满 摇身一变 成了亿万富豪 但这也引起 工作人员的警觉 他们上前 带走了阿云 阿云表示 自己只是帮别人玩的 没想到 情侣两人 不仅翻脸不认人 还倒打一盘 说阿云像是诈骗犯 随后 工作人员 把阿云带进房间 把所有的筹码 换成了现金 足足有两个页 告诉阿云 以后啊 不要来我们赌场玩了 就这样 阿云在一天内 赚了整整两个页 事后 他把偏来的奢侈品 都还了回去 晚上 阿云回到家门口 看见了监狱派来的观察员 对方让他把包打开 阿云不同意 调查员直接把包抢过来 在这关键时刻 律师来了 原来 白天的时候 阿云找到律师 想让他帮自己辩货 申请国家赔偿 自己白白做了十年的牢 必须要得到赔偿 律师看着柔弱的阿云 瞬间心转 贴心地把自己的外套 脱下来给阿云 还给他点了三杯热饮 阿云落下激动的泪水 表示自己在监狱里 从没有人 对自己这么好 就在律师帮他拿指的时候 看着阿云 得意地踮着脚 通过这样的肢体动作 律师瞬间明白 刚刚的一切 不过是阿云在演戏 但他还是答应了阿云的委托 律师来找阿云 正巧遇到 调查员要搜阿云的包包 律师立刻阻止 调查员无权擅自搜查 观察对象的个人物品 接着就是一顿专业术语 狂困乱战 观察员只好 乖乖把包交给律师 观察员走后 律师打开阿云的包 结果调出来满地的钱 阿云解释道 这些钱是自己赚的 律师也很敬业 半天时间就列出起诉状 阿云表示很满意 让他全权负责自己的案子 律师调查 阿云父母被杀案 他认为 害死阿云父母的人 还有其人 因为变态认罪入狱前 曾收到一笔大额转账 为此 律师来到监狱找变态 希望他 拱出幕后主使 律师表示 阿云的案件一旦胜诉 将会拿到十亿的赔偿金 变态听到这个数字 惊得话都说不利索 律师乘胜追击 现在的人们 对这个案件很关注 如果过段时间 人们遗忘了 到时候你说出幕后的主使 也没有用了 没想到 变态根本不在乎 律师马上调查 变态的信息 发现他之前 是一家财团的高管 而这个财团的总裁 正在一家高级的医院养病 幕后黑手 恐怕就是这个总裁 结合之前查到的信息 律师判断 阿云会去医院 干掉这个总裁 果然 阿云换了医生 干练女强人的装扮 来到了医院 他假装是个顾问 要见院长 经理见他不好者 只能乖乖地把通行证交给他 阿云换好护士服 暗响紧急呼叫按钮 护士赶紧跑了过去 阿云则趁机查总裁的病例 顺便看到了 高危药品的存放地点 拿走两瓶高危药品 端着药来到总裁病房 总裁看见阿云过来 激动地不停抖动 阿云一把摘下 他的氧气面照 问他当年 为什么要扇掉自己父母 随后 阿云把药品吸入诊管 准备让总裁领盒犯 就在他准备注射的时候 门被推开 时律师来了 原来 律师把阿云的照片 传给医院的前台 前台表示 这个人此时就在医院 律师赶过来 看到阿云 正准备注药品 律师阻止了阿云 让他放下手中的东西 但阿云 不会轻易地放过复仇的机会 转身就要继续注射 就前律师 上前抱着阿云 两人睡到在地 律师带着阿云 离开医院 劝解他 好不容易离开监狱 千万不能再做冲动的事 我会用法律手段 让杀害你父母的真凶 受到惩罚 一周后 阿云的赔偿案改停 法官宣判 阿云获得十个亿的赔偿 同时 针对阿云父母被杀一案 将会终心盗查 相信法律 不会放过一个凶手 本篇完 本篇叫有意的欺诈 本期问题 如果你是律师 会帮坏人辩护吗 会得扣三一 不会扣三二 阿云的智商真高啊 一天赚两个亿 而且呢 也是个狠人 在监狱里 用自然水和吸管 就把监狱的老大拿下 真是有勇有谋啊 本篇好干 推荐你看原篇 好了 本期那种交织了 记得给博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